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来到Bernaby 想介绍一个在HIGH GATE的一个CONDO 因为之前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 我有介绍过一个新的CONDO 亦都是HIGH GATE 在这里对面 有人想说我可以介绍多一点这一头CONDO 刚好我今天有个就来上市的三房CONDO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这个CONDO的Location 都是很private 它连肢就会高一点 它有差不多千尺 可以给大家看一些旧的CONDO 实用面积、设计和风景、环境 因为现在这一座大厦这条街 其实是很宁静的 周边如果是春天 其实是会有很多櫻花 整条街好像櫻花街 我之前也有客人看到这里环境这么漂亮 都是买了这里同一栋的单位 这个位置是属于旺中大静的 因为如果在Metrotown 只是开车10分钟 而附近也有很多食市 看着这边斜对面就是会有个Tennis Court 也有一个日本的小食店 可以买到很多日本食物 这边整条街都是属于旅的 也有些CONDO 有TOWN HOUSES 所以稍后可以带大家上去的Unit看看 因为它这个单位是13楼 也算是高 所以看风景是很漂亮的 事不宜迟我们先上去看看 进来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三房单位的入口 这里有个小小的位置 可以让大家放个Cousin在角落 穿鞋 这边就会在一个WASCHER AND DRYER的位置 它放在门口的位置就不会太吵了 而它对面也有几个櫃 你可以用来放东西做Storage 进到大门口就不少得这个挂衣和摆鞋的位置 进到这边你就会见到有个Dining Area 你就可以放一个六人桌圆形的 你就可以坐六个人 因为那个Area都很大 然后在旁边摆完桌 其实也还有空间给你走过 因为这个卖家本身在这里都住了15年 可能看不出因为它真的保持得很好 但它也有做一些升级的 例如泥板它是换了Lemonade Flooring的 看起来就干净点舒服点 而进到这边就会是Kitchen Area 还有里面有个Eating Area 你会见到其实它这些Cabinet就是Original 但是它保持得好没什么油漬 Countertop它就有更新的 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单位是 Move-in ready的了 它所有东西都保持得很干净 我们又找人清洁过 所以它所有东西都保持得很好 即它的烤炉 你看它好像没有用过 其实不是的 只是它定时清洁 它用得很整洁 那这个L型Countertop呢 其实你看到很多位置放东西 是可以放到咖啡机 焗炉 微波炉等等 就可以放到很多东西 这里有早柜 你看到它全部上一排 下面这里也有一排柜 对面也有一早柜 所以免购物方面 你是不需要担心的 加上它也有这个 大家最喜欢的 可以放大煲 可以放大煲 进来这里 刚才提到的吃饭 屋主在这里吃饭 因为它们一家四口 你放一张长桌 两边两边这样坐 就可以在这里吃饭 看到这边向西的景 这边其实是看回Metro Town 所以如果晚上吃饭 会看到有些车 有些灯 看着那边高楼大厦 那个感觉是漂亮的 这个位置除了 如果你不想做Eating Area 你想用外面去做吃饭 其实这个你可以当是 如果你有小孩 可以放电脑桌 两边大家在这里做功课也可以 因为这个单位 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实这个单位 原本是两房单位 它就自己选择了 在这个Eating Area 就变成了有个 有个Separate Area 加上多了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就会在这一边 你看到这间房间的景 是很开阳的 因为这个是Corner Unit 所以你会看完这边的景 向南的Richmond景 以及向西的Metro Town景 这个尺寸 其实你可以放一张 Single Bag Double Bag 再加一张书桌 如果你是 可能你不需要这个做房 这个做Office 也很完美的 因为看着这个景 其实是漂亮的 这个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 那个Living Room 因为这间屋最大的卖点 除了它的Location 还有它的景 因为它这里 看上去南边 它三间房间都是向南的 你看到这个景 其实是开阳 有City View 有Water View 亦都有很多树景 然后你现在对面 就看到有个Tennis Court 所以它看上去是很漂亮的 这边 现在看上去的景 很多树 其实全部都是櫻花树 所以春天 你在这个单位 看上去 全部都是粉红色 是很漂亮的 因为我之前也有来过 整个感觉是很日本的 还有一个厅 它整间屋就是 走Electric Base Board 但它这里有个Gas Fire Place 它就是走Gas 但它的Gas 就包在管理费上 屋主跟我说 就算冬天只开这个 其实整个厅都够暖 你不用再给电费做Heating 我们可以出去Balcony 看看它的风景 出到这里 它的Balcony 算是长的 你可以在这里摆些 傢俬 坐在这里 因为它都遮掩了 或者你也可以 可以BBQ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 就知道它这个 180度的景 因为这个Balcony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进去另外两间房 另外两间房 如果你想出来Balcony 就可以直接去 我们就可以进去第二间房 你看到这间房 我说 因为现在她的女儿 喜欢粉红色 她很喜欢小朋友 她就游了一只她喜欢的颜色 但如果你说 我不喜欢粉红色 其实就这样 游两层 第二只颜色 就已经被盖上 完全没有问题 它这个尺寸 正正方方 其实这个位置 你看到它有两个电子 都预计你放一张床 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说 小孩Double 或者Queen Size Pack 再加一点 一张书桌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 它的窗户就会在这里 你看到它也是很阔落 因为不像现在的全新屋 的窗户是小一点 这些就很阔落 我们回来这边 就是刚才那个饭厅 我们现在讲了这个 Sharing Bathroom 这家屋 它是有墙子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单位 那时卖的时候 它是一个show room 所以它是有墙子 你看到它有个shower 就是干净的程度 不像是住了这么多年 是真的保持得很好 因为其实 bath tub的stain 是洗不了 你叫清洁洗 它是跟你说的 那些stain 是很难洗 所以这个屋主 真的保持得 它是可以说是没什么职 你真是ready to move in 你会觉得 是完全住到的 那我们呢 现在进来这个master bedroom 那你master bedroom 大了 你看到 king size bed 没有问题 如果你睡这边 就会看着这个richmond景 一起床 你其实basically 就会见到一个海景 对了 亦都有陆圆的景 所以是舒服的 亦都可以在这边 出回到balcony 你看 就算你说前面要加棵 也够了 那它那个closet 就会在这里 那它通常 你看到有些是一边的 现在呢 它除了这两边呢 开了给大家看 即是它的space 这边呢 这边有一个一组的 那我想这个是 女士的了 即是女士比较多衣服 因为呢 对面它有一个 即是小一点的 那可能 这个是给男士的 那起码不用争了 起码 那然后我们进来这个 master en suite 那所以它仍然是有场子 即是没有那么 plain 然后呢 它是bath tub 这个 那么bath tub condition 你会见到它 即是没有 no complain 我只可以说 因为当初我进来 和客人谈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真的不像是住了这么多年 她太太真是保持得非常好 我们看完主人房呢 我们可以和大家做一下个总结 那和大家walkthrough完这个单位呢 那希望大家喜欢 也都对这个单位有兴趣 那我可以总结一下个资料给大家 那这间屋呢 就是三房 大约1150尺 那现在它的开价呢 是87万9 那么它的stratafee呢 是大约450元 property tax 每年都要给一次的 就大约是gross的 是2100元 但是这个是自住的单位呢 你就可以拿个homeowner grant 就大约是1500元 因为这座大厦呢 其实是不允许出租的 就是说你只可以是自己住 所以呢 住在这里呢 你就会觉得很安全 还有呢 整个大厦呢 都会很well maintain 因为只是owner会住 那你如果 就是很prefer一些单位 是不想那么多闲闸人 因为其他可能 就是新一些那些 building 其实它都不可以有出租的限制 那所以就会多了很多闲闸人 那或者有时候 那些人做Airbnb 更加是几天换一次租 那你整座大厦就会更密集一点 多一些人出入 这里只是自己owner可以住 那所以 就是住在这里 其实也有很多年的neighbor 我这个单位的seller 跟我说 其实附近的neighbor 全部都很nice 甚至有时候 可能忘了锁门 所以回来 完全是不需要担心 所以security问题 这个大厦是非常安全的 那还有 就是它这个年资来说 它其实是保养得不错的 那这个单位是包两个车位 还有一个storage locker 车位是full size 那你拍就算拍大车下去 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单位我就介绍得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随时找我 因为这个单位下个星期就上市 那如果大家是在温哥话 上完市下个星期的weekend 我们都会做open house 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看看这个单位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这条片 喜欢也按个like 可以share出去 给有需要的朋友 那最重要是subscribe 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个小铃铛 那我将来的影片 你就会看到的了 那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